中国的考古走过百年历史 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脈絡 大家可以更加了解远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历史 内地公布了最新的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报告 有六个项目入选 其中在四川道成员的皮洛旧石器时代为止 是所有项目中唯一的旧石器时代为止 当中的发现填补了过去研究的空白部分 意义重大 位于四川道成员皮洛旧石器时代为止 是在川西高原发现的一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为止 面积大约100万平方米 位置平均海拔3750米 处在金沙江之流磅河的三级街地上 位置的特别之处是国内外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为止 围物数量更多 至今系统采集和发掘的遗物已经有一万多件 由于高原多风加上冰川侵蚀 地表剥蚀严重 泥土很难堆积起来 过去发现的位置 一般只有一两个文化层能够获得的信息有限 而皮洛为止 保存了原好七个文化层分为三期 构成了一个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叠层 其中第三层距今13万年 出土石制文物 形态规整 首府和博人府技术成熟 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亚瑟利技术产品 在东亚发现最典型的亚瑟利 晚期阶段的文化遗传 专家认为彻底解决了中国 东亚存在真正亚瑟利技术体系的争议 为止的信息 对协助了解高寒缺氧的气候条件下 古人类在青藏高原生存的过程 仍有很大贡献 中国考古人员形容2021年是考古大年 以最为触目的四川三星堆相待为止 都在今次中国考古新发现榜上有名 三星堆相待为止 法国至今已经初步摸清制止区的 分布发围和内部格局 新发现绿座制止坑 出土200多件金器、铜器、玉石器、桃器、杖牙500多斤 其中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薄色、铜顶砖跪座人像、扭头跪座人像等等 部分文物的造型、文色甚至前所未见 三星堆为止可以说是近年考古界网红 不时在直播中看到穿着防护服的考古队员 在恒温、恒湿的透明方仓内工作 当创新技术加入考古项目中 彻底改变以往对考古的传统印象 除了以上提的两个项目之外 河南、南洋、黄山、新石器时代为止 江西、张、树市、郭志山、战国武藏 湖北、云梦园、郑家湖、战国秦汉武地 以及甘肃、武威士、唐代、突浴云皇族武藏群 都是入选的考古新发现项目 这些为止的研究和滑挖工作仍在进行中 部分为止将启动下一阶段的发挖 很多谜题上代揭晓答案